今天来玩一个影蝶树很古老的方法 再逗一下 哎掉到了 类似的影蝶树还有许多 但这种是制作最简单 上手最容易的方法 只要你轻轻的挥舞手中的棍子 就能把蝴蝶轻易的吸引过来 制作方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用白色的小纸片 把它剪成蝴蝶翅膀的形状 最末尾这个我们给它剪成一对 为的是让它看着更像蝴蝶的翅膀 然后用线把它拴起来 前面的这个我们给它剪成一个单个就可以了 上面的这个纹路 是我模拟的蝴蝶的翅膀的纹路 具体要看你家附近哪种蝴蝶比较多 就把它画成哪种翅膀的形状就可以了 不用画的那么像 因为蝴蝶的眼睛 它看这些东西它看得不太清楚 它只是大概看到像蝴蝶 然后它就会去追 追的话它一般不会追太远的距离 但追到附近它看清楚这是什么东西 它就会飞走 或者是追上去 它打一下 感觉这不是蝴蝶 然后也会飞走 当然这种玩法是最基本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想要玩得更溜的话 你可以在上边搞一点那个蜂蜜水 然后堆一些酒上去让它味道挥发出来 它能追的时间更长一些 这蝴蝶在空中追逐打闹 无外乎两个原因 第一个宣示主权 这个地盘是我的 你不准来 来了我就打你 第二个就是求偶现象 当有雌性蝴蝶带着气味飞过来的时候 它就会追着雌性蝴蝶跑 但一般这种追逐现象只限在三只以内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纸片剪成两层 上边一层下边一层再加上它正好三个 而吸引蝴蝶我们一般分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在空中飞舞的这种 还这种追的时间会长一点 还有一种是在花丛中吸花粉的 这一类的话就不太好搞 因为这些蝴蝶它在专心的吸花粉的时候 好多它不撩你 必须要用心去挑逗它 它才会跟你玩 那么你学会了吗 赶紧去花丛中试一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